我先解答了9988 9988其實我覺得 在前期市場對於阿里巴巴 最大的憂慮就是市場監管的因素 而我覺得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因素是有稍微一個變化的情況 而這個變化就是發生在阿里巴巴 公佈在今年年底左右 就會回歸回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 其實如果它是回到香港做主要上市的情況之下 其實某部份也反映著內地對於它的監管 其實已經是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階段 這個我覺得是令到阿里巴巴 在市場對它的看法上有機會有一個轉機 再加上在剛剛公佈的業績方面 其實阿里巴巴的表現也相對比較理想一點 而在股價表現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阿里巴巴今年以來 股價是曾經試過做過幾個底部的 在3月份的時候 其實阿里巴巴股價最低是70元的 而去到5月份和6月份附近 股價最低是去到80元的 而來到8月份 9月份這段時間 股價最低是85元的 也就是說其實阿里巴巴今年以來 以底部來看的話 是形成了一浪高於一浪的情況 也就是說從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段來看的話 阿里巴巴有機會前期的底部 是已經慢慢形成了 我相信如果這一次調整是沒有低過85元這個位置的話 我相信以股價中長期來看的話 我覺得仍然是值得偏好的 再加上阿里巴巴前期以新興經濟股來看的話 它的跌幅相對比較深 所以往後我相信它的復甦動力也相對比較強一點 而最後就是美團 美團我覺得我自己最看好的原因 就是剛才也有分析過的 就是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它經歷了上半年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難捱少少的經營環境 仍然可以有一個不錯的業績增長 我相信對於它皇后下半年的復甦 是仍然帶來了不少的憧憬在那裡 再加上美團這隻股份 它本身所做的業務 我覺得是有一個特殊性在那裡 當投資者或者說消費者 對它的業務進行消費的時候 往往有一個慣性的模式 包括了下單 平時你買開些什麼 或者一開始下單之後 往後就會有一個依賴在那裡 我相信客戶的黏性相對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對於它業務的特性 以及它在行業當中的地位 我認為是可以令到它本身的競爭優勢 是可以維持著的 所以以往後來看的話 我相信基本面 我自己個人是略為看好美團多一點